聊点先扯淡的 说说城市人口 一说城市人口啊 第一个不服的就是东北黑龙江人 我这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啊 纯开玩笑 我昨晚还看到某文章下面有此类留言呢 要问东北人口大事哈尔滨人就觉得 我们哈尔滨比你们沈阳人口多 我们快到一千万了 你们才九百多万 我们是当之无愧的东北第一大城市 其实感兴趣的 您也可以去查一下 哈尔滨确实2022年末的统计啊 人口939.5万 但那是哈尔滨九区七县还有俩县级市 等于是18个区县单位的户籍人口总和 而不是哈尔滨的市区人口 其实东北啊 除了哈尔滨沈阳之外 长春人口也不少 长春也九百多万人呢 大约910万 但是和哈尔滨比 长春是七个区四个县 等于是11个区县单位 哈尔滨是18个 再说沈阳 沈阳人口914万 比长春的略多 沈阳是13个区县单位 其中十个区 两县还有一个县级市 就是新民市 你别看似啊 这三个东北城市人口旗鼓相当 但是单论城区人口 说白了就是城市人口 那可就不一样了 我们说大城市 大城市 啥叫大城市 大城市不是指的你的整个市的人口数量 比如保定市 是一千多万人呢 当之无愧的河北人口大事 但是保定市区可没有一千万人啊 根据2022年的统计 保定市的城市人口 也就是市区人口才164万 我们现在满打满算 保定市区人口也就150万左右 按城市人口 也就是市区人口排名 咱来看一下 中国真正的大城市都有哪些 第一肯定是上海 城市人口 一千九百八十七万 就算是小两千万人口了 第二北京 北京是一千七百七十五万 第三深圳 一千七百四十三万 和北京几乎无差别 第四肯定是重庆 一千六百三十四万 其实重庆可三千多万人呢 这不正好其中一半在农村吗 第五广州 一千四百八十七万 第六成都 一千三百三十四万 第七天津 一千零九十三万 这是目前国内 所谓的大城市 也就是城区人口最多的城市 七个 人口超千万的大城市 第八肯定是东莞 快一千万了 现在东莞的市区人口是 九百九十五万 第九武汉 也是九百九十五万 第十西安 人口是九百二十八万 第十一杭州 城市人口八百四十七万 第十二佛山 人口八百五十三万 第十三是南京 人口七百九十三万 第十四 沈阳 人口七百零六万 因此说 沈阳是无可撼动的东北 第一大城市 这个几乎十年之内无可超越 哈尔滨长春短时间 无超越之任何可能性 和长春哈尔滨比起来 沈阳的城市话率最高 第十五是青岛 市区人口六百万 第十六 济南 城区人口是五百八十七万 第十七是长沙 城区人口是五百五十四万 第十八是哈尔滨 城区人口是五百四十九万 第十九是郑州 市区人口是五百三十四万 第二十是昆明 市区人口也是五百三十四万 第二十一是大连 城区人口五百二十万 中国城市话率最高的毫无疑问 就是深圳 佛山 东莞 甚至上海 也不可与之相比 北京的城市话率 比之深圳 佛山 东莞 差太多 北京具有最广大的 广袤的农村 延庆 密云 怀柔 平谷 房山 门头沟 那里广大的农村地区 多了去了 再比如郑州 总人口一千二百六十万 但是城区人口才五百三十四万 城市话率百分之四十二 它的这个低度 您都无法想象了 包括青岛 长沙 哈尔滨 城市话率总体呢 也是百分之五六十 说白了 也不是很高 当然了 我的数据呢 也不一定非常之准确 非常之完美啊 这个呢 咱别较真 这就是个玩的嘛 可能会有些误差 但是总体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 尤其是东莞 我去过多次 那时候东莞多火呀 东莞是一个地级市 但是东莞这个地级市 下辖既没有县 也没有县级市 甚至连区都没有 东莞 只有四个街道 和二十八个镇 东莞就是地级市 直辖街道和镇 它就是增一种建制 所以说 你很难想象 这样的一个 只有四个街道和二十八个镇的 辖区的一个地级市 竟然有差不多一千万人口 其实这不难理解 比如说东莞的虎门镇 就是林多许虎门硝烟的那个地 就有人口八十三万 比全国大部分县的人口都多 再比如东莞的长安镇 也有八十多万人口 OK就到这 我是非洲满舰老李三 下期再见 吧 好